大家好,我是艾尼尔 看了一个60多岁的退休的单身的女人 去儿子家过年的故事 我也感觉颇多的感慨 这位当事人,我用第一人生讲述 他说我的老伴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所以我的儿子几乎是我一个人 手拉扯大的 然后长大之后呢 他去了大城市读书 然后我也帮他付了首付的大城市买房 结婚生子就安顿下来了 孩子呢也比较孝顺 经常给我打电话 每年过年 他都是带着媳妇 或者是到后来就带着孙子 全家一起回到我这边来过年 我就给他们准备了好多吃的呀 然后走的时候大包小包 带一些礼物和土特展 一直这些年过得也其乐融融 我呢也习惯了一个人的单身生活 但是呢 随着孙子的长大啊 这个今年过年 儿子就跟我说 因为孙子要中考了 所以那个补习班不能停 还得有人看着他学习 过年就不能回来了 让我去城里跟他们一起过年 我想这么多年也都没有去儿子家过过年 也是件好事嘛 就答应了 于是我就在小年 就是23的那天 大包小包丁了好多东西来到儿子家 然后我就发现啊 都快过年了 带儿子和儿媳妇工作都特别忙 每天都加班到很晚 有的时候我都睡了 他们才回来 儿子就跟我说说 妈你就当成自己家 然后帮我看着孙子学习就行了 但是呢我也闲不住 但我觉得能帮上忙也挺好的 我就开始就快过年了嘛 开始大嫂子家里啊 各个地方弄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开始准备一些肉啊 腌一些鱼啊等等 就是准备这个年夜饭嘛 等于是 但后来我就发现啊 我这个儿媳妇啊 每天晚上回来 好像都不太高兴的样子 有点给我脸色看 我就偷偷地问儿子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 你别理他 他就那样 哎那我一听呢 真的是对我不满了 后来跟孙子的交流中 我才知道 这儿媳妇对我真的是各种的嫌弃啊 他嫌我说 打扫卫生的时候 那个抹布啊 不知道分开用 所以有的时候呢 会把擦桌子的去擦玻璃了 或者是卫生间的 拿到厨房了等等等等 还说呢 我就做那些饭菜都不健康 什么炸的鱼不健康 热量太高 腌的肉太咸了 对身体也不好等等 就是各种埋怨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心灰意冷啊 特别的委屈 本来是一件好事嘛 结果就到大年三十的时候 这顿饭虽然很丰盛 但是呢 大家都没有吃好 我大年初三啊 就找了个理由 就回到自己家了 回来以后啊 真的是感觉这么多年了 到自家第一次过年 竟然体会到了寄人里下的感觉 哎呀 我看完之后 我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啊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 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你喜欢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 就在下面给我留言 回去吧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看 现在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